高圆圆和张鲁一主演的家庭情感剧《完美伴侣》 主要讲的是一个家庭女主外男主内是如何慢慢出现裂痕的 他们都想拥有完美的伴侣 但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 还是认为最适合的还是曾经的爱人 完美伴侣接荡小敏家压力还是不小 因为后者是周迅和黄磊主演 他们都是演技很棒的演员 而且这部剧收视率一直都是全国第一 所以高圆圆主演的《完美伴侣》能否成功接荡 这个还有待观望 高圆圆的颜值并没有横跨 至少比周迅的状态好很多 尽管已经42岁 但高圆圆的演技还是进步了不少 他饰演的金牌律师陈山情商低至商高 所以尽管业绩显著 但一直没有成功进入高火阵营 从公司周总来看 说的就是陈山性格太直 不懂辩通 让两位老总很难堪 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这么拼 没能入高火 其实两位老总应该认为他比较难相处 不给他们面子 陈山工作太拼 老公孙磊都质疑他究竟是为什么 一家人坐在车上发生车祸 就是因为陈山太想早点把方案交给林庆坤 结果被林庆坤的车追尾 陈山不顾孩子和自己受伤 还坚持给林总送方案 老公孙磊无法理解 想重新思考两人的婚姻 小敏家完全是情感剧 职场的戏份不是很多 也不是很重要 周迅饰演的小敏也不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 而完美伴侣中的陈山 他为什么拼命就是要让一家人过得更好 但夫妻生活已经失去平衡 完全被工作和孩子占据 这部剧目的还是探讨在职场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是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的 当然也探讨了现代人究竟找什么样的人是完美伴侣 这部剧还是良心剧 因为高圆圆和张鲁仪饰演的角色重新回到青年时期 有个闪回的差序 他们没有装嫩演年轻人 热点说明该剧已经重视了这个问题 因为张鲁仪在大情妇饰演13岁的嬴政引发群嘲 这装嫩也太狠了 毕竟41岁的张鲁仪饰演十多岁的角色太浮夸了 还有刘涛在大宋公辞装嫩饰演年轻刘娥 也是引发很多热议 中年演员装嫩演十多岁的角色已经引起观众的不适 所以完美伴侣的导演应该注意到这个问题 但是找的两个年轻演员饰演陈山和孙磊也不是很像 看来也是难找到一模一样的人 索性他们的戏份并不多 电视剧播出一集后收视率达到全国第三 看来因为这部剧的宣传力度不够 所以收视率没能冲到第一 看这热度 完全有可能再度夺冠 高圆圆和张鲁仪王耀庆等人还是有这个实力获得第一 该剧在豆瓣评论的人不多 但打心都很高 基本上是四星以上 的确目前看来 节奏不错 戏剧冲突也很集中 目前看来高圆圆的演技在线 对李乃文的桥段也是很精彩 让很多打工人减压不少 接下来陈山和孙磊 吴敏和林庆坤两对夫妻的婚姻将发生变化 想不到胡歌在这部剧里饰演一个保安 这很有趣 看来胡歌演了一个很帅气的保安 不会和高圆圆还有很多对手戏吧 景浩 高圆圆完美伴侣景浩 好 好